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研讨会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基于自然的二氧化丹清除法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学到一些基本的原则 还有这些事情它的好处 还有它与哪一些相关的风险 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它当中有哪一些方法 还有这当中有一些哪一些治理上面的问题 我是Paul Rouse 我是卡内基气候治理倡议的人 我们的使命非常的简单 但是要达成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时间有限的倡议 是卡内基伦理与国技术委员会资助的 我们的使命是促进创立有效的治理法 来治理气候改变的技术 像二氧化丹清除法像CDR 或者是能够干预太阳辐射也就是SRM 你会听到很多说写字像CDR 也是二氧化丹清除法 或者是MBA就是基于自然的方法 或者是MBS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等 如果你这个话题是新的不懂的话 没关系 我们介绍过程当中你应该会越来越了解的 这是我们很多的研讨会当中的其中的一个 我们这些研讨会是有教育性的 而且有营火聊天是比较非正式的聊天方式 我们可以探索不同的问题可以深入讨论的 你可以到网站里面去看 你叫www.c2g2.net 里面有很多的信息还有很多的活动 所以你可以到这边去参考有网络研讨会 还有一些基于这种证据的一些简报等等 这当中有关于CDR的介绍到此为止 我现在我三位讲者 请我们的讲者们把你的摄像头打开 大家打个招呼 我们这边Yuba Espana 她是我们政府建气候变化专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 她也是南中心可持续发展的特别顾问 这也是政府间的组织机构 这是发展中国家 她是帮助他们来帮助这些国家 来提供他们在国际之间的共同的意识 她在方面的工作 她提供这种她在非洲地区有35年的解决能源环境 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经验 欢迎Yuba 我的左手边的这位是Natalie Setton 她离我不远 她是牛津大学的教授 生活多样性的教授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倡议的总监 这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就是不同的学科之间的合作的这种项目 那么希望能够了解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还有方法 而且是来解决这种全球性的问题 我的下面的地方就是Holly Buck 她是美国的一个教授 她是水牛城大学的一个教授 这边非常冷对不对 是在纽约 那么她是可持续 她是做这种可持续发展上系的教授 她这方面的工作已经 有些性有改变的方法的工作 大概有一段时间了 你这方面有很多的出版的研究报告 而且Holly有一个新的书 跟我们今天的议程是有关系的 是非常好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可以谈到这种 来谈到就是猜测性的这种研究报的这种内容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这非常好的书本 我们等一下会听我们的讲者们给我们介绍 在这之前他们有汇报 我们有三个预先录制好的汇报 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那么Yuba会先给我们介绍 她会跟我们谈到二氧化 她很清楚无法在我们这种 机遇自然的解决方案当中 还有持续发展的疫情当中 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Natalie会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有关于一些技术 来探索她这些技术的这种效力成本 还有不相就是未知的一些潜在的问题 再来Holly会最后的部分 她跟我们谈到不同的治理的部分 挑战性的问题还有机会 特别是扩大规模使用的时候 如果你要使用机遇自然的方法 有哪一些问题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们的汇报 我们先谈到Q&A的部分 我们非常希望各位提出问题 所以有问题的话请你写出来 我知道在新冠病毒的期间 大家都知道使用Zoom 万一你没有使用过的话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有一个小的方块 这边的一个界面 有Q&A的小的方块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点一下可以在里面写问题 那么任何时候都可以写问题的 我们今天的活动是一些会录制下来的 那么将来会永久的放在网站里面 所以看在YouTube或者是脸书 还有其他网站里面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你的名字不会出现在问题里面 是匿名的 所以我们的录制部分 只有我们的讲者的部分 都录制下来 所以你可以随时提出问题 现在我请我的背后的同事们 开始播放我们的汇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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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